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999等单一成型通报案件数量总计4591件 均已改善完成 讯息前程沙池清淤 总计3759方 青山铁马驿站因国际缆线导致施工困难 103年年到至今 终于在108年9月完工 至善入山段大规模崩塌案件 课证改善中 预定109年3月完工 指南沟沟山边坡崩塌已完成改善 为加强民众防灾意识 移续勤前进行防灾教育宣导 并办理土石流防灾教育言行营 让防灾观念从小扎根 定期巡建252笔沿工边坡及396处顺向坡 并建置自动化监测系统 及时掌握顺向坡动态 推动坡地社区自主防灾 办理水土宝石优良社区选拔 监期预防性除草休息 保障民众行业安全 坡地新利 台北大众总 串联台北五大山系的山人县 总长92公里 是台北步道的南北纵贯线 108年9月7日办理千人登山活动 盛况空前 成果摄影展让台北步道的美月染纸上 参赛作品总计1596件 预建小路采减量设计等机制 达到三宣共荣的目的 足博步道规划护坡加种树 兼顾安全及生态 西山百年土俊则踩地冲击工坊 挖田平衡 持续推动环境教育 并结合攀树活动 预教娱乐 参与人数高达3822人 针对风景区及露营场进行设施改善 影像更新及景观营造 提升休闲活动品质 并公告实施柜子村露营场都市计划变更 永川平湿地公园园园为闲置营区 为重现百年皮膛风貌 104年开始规划 108年底完工 移造生态七地 串联四寿山步道 提供民众休闲油气场所 办理西沟生态导篮解说记赏民活动 北投区大囤里废弃流龙拆卸 降低治灾风险 行医路人称分道 提升民众行走安全 代办工程 代办双园市场建筑物装修 已于108年9月完工 代办仕途西园分管外墙拉皮 以及中边设施整修 已于108年4月完工 代办猫空缆车卡住周边坡地 清钱馆海上工程 已于108年12月完工 代办北投驱龙凤谷玉市新建工程案 特政办理可行性评估 代办离合生态公园 预计109年3月完工 代办闻山森林公园 预计110年9月完工 团队殊荣 本处108年度 荣获台北市政府公共工程卓越奖 共4案获奖 第一案 107年度 居目骨灰避藏设施及 无障碍坡道设置工程 第二案 107年度登山步道改善及维护工程 第三案 107年度台北市山坡地西工改善及设施维护工程 北区 融获行政院农委会 坡地金玉奖 涛空水土保持茶园 融获108年工程环境与美化奖 未来展望 未来展望 本处未来展望从防灾开始 规划办理坡地监测管理 藉由数据分析 提供决策者参考 而与民众息息相关之休闲游戏设施 本处将进行圆山整体改造计划 櫃子坑西整体改善 四寿山森林公园及打造 翁空地区环状步道 提升登山及亲近大自然之休憩品质 促进观光产业发展 并藉由推广首座步道及富裕营火虫等体验活动 邀请民众共同维护山林环境 重大工程则将既有大客车停车场进行大改造 摇身迎变为双溪湿地公园 代办洞宝处的动物之家新建工程 代办洞宝处的旧宗公共住宅新建工程 及代办文化局的残属山聚落区东侧水土保持维护改善 以及污水管线设施工程 以及污水管线设施工程 为了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